这个吧是昨天有人给我发的信息 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 发这个信息的人 他是在国内做基层扶贫工作的 然后呢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他遇到了几个让他能惊掉下巴的事情 这些事都是没法拿出来进行报道的 第一个事是什么 他们去这个一个农村 然后有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去搞这个扶贫工作 这家的男主人呢 他是遭遇了车祸 贪患在床 然后女主人是疯疯癫癫的 那么一个人精神不太好 是个疯婆婆 他家里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特别穷 去的时候发现这些孩子浑身上下脏兮兮的 然后傻傻的呆呆的 也既可怜又让人同情的这种 那既然是扶贫 去的话肯定是要拿物资的 对不对 这次给他们家送的是 是有大米白面还有那个豆油之类的 另外呢还给了一点钱 带银子 然后吧还有一家企业提供了一台那个夜精电视机 可能是二手的还是便宜的吧 这么一个电视 可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电视上了 去了之后把这个电视给安装好了 你看他家男的瘫痪 女的疯疯癫癫的 是不是 他们就把电视给安装上 然后又接通了之后 试一试打开就开始看 然后这里面的节目就开始播出了 哎 这小孩一看节目 默默转睛的就盯着看 真好 然后旁边这些扶贫的人 他们就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看着看着就跟着小孩说 你看这政府对你家多好 是不是 你呀以后要好好学习 得记得报答国家 这话刚说完 就在这个时候 电视的节目里面就出现了一个画面 是一个大城市 高楼大厦在那块刷刷的过 然后还有街上有些帅哥啊美女啊 在那块走在那跑 脸上都充满了阳光 整个画面就是非常非常和睦的景象 突然 这个小男孩 他指着电视就说 我长大了 我要造炸弹 把这些大楼 我都给他炸了 他说完之后 大家面面相缺 不咋的 我们这扶贫 变成了拉仇恨了 对不对 你看看 七八岁的一个小孩 他看到了电视节目之后 他的反应是啥 凭啥他们比我家过得好 凭啥他们生活乐无边 我就天天吃苦 我以后要炸弹 我去炸死你们 第二事是什么 他们在这个平时就是扶贫的过程中 总会和一些农民在田地里面就聊天 看看这干活怎么样啊 辛苦啊 今天收成 去年咋样啊 就聊天呢 刚开始的时候 双方都是比较谨慎的 这个老农 老农民呢 是比较那个客气 他们也 也很客气 跟时间长了之后 大家就熟悉了 随便抽烈 随便聊 有一次 他们正跟这个老 老农在那块 下流呢 正好不远处有一辆豪车 刷下开口去了 那老兄你猜怎么的 他顺嘴就说 把烟一扔 我他妈每次看见豪车 我就想一锄头把它跑死 然后再把那车一把火烧 熟了之后 说的是这种话 之前不说 平时你刚刚跟他接触的时候 从来都不说这话 顺嘴就说 这就是真实的想法 但问题是什么 你说吧 你想你要跑死他那个人 这事我是能理解的 可你为啥要把他那车一烧 把这车拿回家自己开 他不香吗 不得劲吗 半仰 人哪 这个思维差距太大 然后第三个事就给了一个 有一次吧 他们呢是带着记者去的 干啥去呢 去问问一个无保护的一个老头 这老头他是得了癌症 是晚期 然后就实之无多了 到他家之后呢 那老头子就躺在那个躺在炕上 咱们就直哼哼哼的 不行了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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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了 就这个 然后过去拿着这是给你带的礼物 是吧 有礼品 然后呢 还有采访 拿着摄像机一定拍摄 一切都很顺利了 等到最后的时候 行行的说你给这个老头给他来一个对话 来一个特写呀 然后这个记者就把这摄像机都给摆好了 然后开路 这边呢 就就问他 说 你目前是什么心情呢 您现在最想做什么事情 能不能告诉我 原以为说 那你看我们来了 又给你拿礼物 又拿钱啥的 是不是 正常来讲 应该跪去磕一个是吧 你现在行动不变 那咋也得来个抱拳 感谢这个 感谢那个 感谢好一遍 这都是标准模式 就再不记得的人 最后客套话也还会说的 是不是 没想到大家问完之后 那老头子在那会儿就瞅着瞅 很努力的别人扶着坐了起来 然后这摄像机赶紧就把镜头 咔拉进去了 大特写就开始了 就看见这老头子用非常坚定的目光 嘴皮子动了动 他说 我想杀人 这时候你要是给他个原子弹 他会毫不犹豫就给你点了 对不对 这什么 这就是文化 根子里面的一些糟粕 对吧 咱们用奢华一点的词语来说就是什么呢 不尊重生命 唯我独尊 没有群体利益 只有个人至上主义 如果要是用俗话来讲 那就是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对老头子相当心动 没想到你说这种都录完了 这种节目你能拿出来去播放 对吧 他说这个事情 其实我深有感触 因为我经历过 就是有人去世之前 就说个类似的话 那给我炸弹 现在我就扔了他 就这样 咱们民间有句俗话 说杀一个狗本 杀俩赚一个 自己日子过得很惨 自己怎么样 反正我现在已经不行了 干几个 另外咱们说 有的人像那年似的 开那个傻话 公交车 开了开这 直接给你开江里去 在街上乱杀 乱扛的 是不是这种情况 这话谁来说 路易十五说的 白鸽讲的身临其境吧 说得这样 所以说这个信息吧 是别人给我转过来的 咱们没法验证真实 但是以我个人来判断的话 这种事情应该是存在的 真的 因为我本人就亲身经历过 我就听到说过这种话 白鸽提材上升到一种人性的哲学高度 我说这个 这是啥呢 给大家提一个醒 就是说不要那个低估了人性 他身处的那种恶 比如说像那个小男孩 你看着他张欣欣 傻傻呆呆蒙蒙的 对不对 觉得很可怜 很同情的 当你给了他一个好东西之后 他发现 你过得这么好啊 你家这么不孝能啊 我说干了你 可能大家不记得一句古话 叫上不漏穷 下不漏富 其实古人早把这话都总结出来了 只不过很多人他没在意 就是说有的人他虽然是很穷的 很傻的 你不能让他感觉到那个落差太大 他会发现你很有钱之后 其实你的钱不一定不是很有钱 但他觉得你好有钱呢 你比我强太多了 他会变成恨 像那个老农就是 人家开豪车跟你有啥关系吗 我就想一锄头跑死他 然后把那车一把火点了 平时在生活中 你看看的不是这样的 他就框框在那种地抽汉奸 往那会一躲脑子缠个白布 一声不知 对不对 没发现他说有这种想法 聊手之后 发现是这样的 算是就啥的 每次看见豪车 我想跑死 不要低估了人性的恶 是吧 然后呢 以后在社会中啊 现在人 比较暴力一点 可能吧 受于一些环境啊 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有些人可能现在就过不下去了 外债累累 众叛亲离 或者是重病缠身 什么情况都有 防止 狗急 狗急跳墙 防止他 拉个电背 都要注意 真的碰着事的话 我们 普通人根本扛不住 这个事情吧 是来源于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把这个图片放到这里 可能有人手机看 屏幕太小看不清 然后呢 咱们就是边拿这个图 然后边跟大家说 发帖子的这个人 他的名称叫退休干部王姐 退休干部 其实我一听干部这俩字 就挺啥的 还叫什么王姐 我就管他叫王老太婆了 他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 说很多人说公务员是纳税人养活的 这种说法简直离谱 公务员的薪水是由国家政府统一发放的 需要跟国家签订劳动合同 所以领多少工资是由国家核实之后 劳动所得 这是什么 自食其利 供养这个词极其错误 就像我们不能说打工人是老板供养的一样 他在贴的这种说的 然后下面有人就回复他 说请问国家的钱是哪来的 这个王婆和他回答 央行印的 什么意思 很明显 这个老不死的 他的意思就是 我吃黄粮的 我跟你们那些纳税的奴才 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 钱 我们的钱是国家发的 钱是央行印的 有啥关系 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你交税是你跟国家的事 我拿公司也是我跟国家的事 咱俩呢 没关系 你说吧 就这个这里面 什么纳税人和国家钱财的关系 这个道理呢 我相信任何人都知道 就算一个大学生 没有走平社会都知道 何况你都是一个退休的了 还是干部 这么大年纪了 再说出这种话来 跟他讲道理 有任何意义没有 我就想说什么呢 如果咱们把他说的这个话 这个事儿 咱们再加上前面那事儿 哪个 就那老农想跑死那豪车车主 是吧 把这两个一结合 很容易就理解了 为啥老农会有那个想法 是不是 很多事情咱们简单 你看只看一个的话 只看一面的话 好像是非黑即白 其实吧 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按照这个 王老太婆子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哪个老农 一出头跑死了他 我也会说 他跑死了你 是你们俩的事儿 你是报仇还是感谢呀 那也是你们俩的事儿 跟我也没关系 对吧 我没看见 我不知道谁 我不管 你如果在地上嘎哇一下 摔倒了 摔成啥样 我没看见 那是你跟路面的事 对吧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老太太啊 老头倒进了 没人服 那是你跟马路你们俩的事儿吗 我跟马路那是王俩的事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吧 原理就这样 其实现在就这样的 好多人你看他啥 他不是在讲道理 不是在讲的 国家的钱怎么来的 不是大家纳税吗 经济是这么回事 这个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去讲吗 人家告诉你 钱国家印的 我就拿点关键 我就胡搅蛮缠的 我就不讲理 我挣你钱啊 所以说 有的时候大家也别怪 说这些老人摔倒了 什么的啊 没人管 没人啥的 他都是有多个因素组成的 比如说南京那个法官啥那个事儿 彭宇那事情 不全是那个 咱们社会这么多人 有很多人他没听过彭宇啊 但这种事情为什么也不想管呢 这本来就是你的事儿嘛 对不对 你跟马路 你俩亲密接触 接了一个吻 摔了一个交 你俩出的架呢 搞破解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的钱去纳税了 我们交的是保 对吧 我交了这么多年 你们领的那退休金 不都是从这些人的事保里拿的吗 但是你感谢我吗 不不得 人家感谢国家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死在我跟前的时候 别人把你跑死了 我都不带保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